事实上根本没有高手 或者人人都是高手 我们以为那些高手 今天看来其实跟普通人 也没有多大的训练 大家都说高手是靠刻苦磨练出来的 越手功夫越高 但结构的训练体性能 却不是那样的 我们学习结构就像解道迷行一样 就是通过不断的探索和禽症 直到你心里测误明白 没有一丝理律的时候 这比较是上心的 你刻不刻苦 因为一切神通本字具足 如果不改变思考和观察的角度 再多努力也没用 而且越努力越执着 越执着就错得越厉害 所以在我刚刚建立结构体系的时候 有些跟一个兄弟在一起交流去练 突然很感慨的跟我们说 你看咱们过去一遍都不容易 其实基本都是在走完路 没有多大意义 过去我们以为那些高手 今天看来其实跟普通人 也没有多大的训练 他就是看待事情的角度 跟一般人不一样 他就是对对我们事物的认知 跟普通人不一样而已 那所谓的那个努力 其实基本都是自我感动 自己觉得自己很厉害 很了不起 其实真正的东西啊 根本就不是要所谓的努力堆出来的 就是靠正出来的 等真的正到了 等你真的明白了 马上就会有 这用周星驰十神的一句话说 上海青岛线下课即将开始 另有网络课 详情看公众号 等于是否定我们过去 有没有习惯 那谁会愿意承认自己 过去几十年都在怀疤的话 因此啊 身上的关系不恐怖 还是心理一断 才是追求的 就像实际那个电影 当周星驰讲过去话的时候 人人都是死神 周围的其他人 都把它当作自身 你说什么 这人说的发疯了 给他叫救护车 当然 实际这些事情 不能包括 有火 战略和任何人去带到 再当我们的事情告诉我们方法 一定要让自己青春实践 不断比对之后 和身和心 才会彻底相信 到那时 才是你真正找了一千人的时刻 也只有到那时 你才会真的相信 努力其实真的没有那么重要